個26歲的南亞洋藍圖人頭部受傷 在個戶車上經包紮後送軟自離 而快跌下來的玻璃碎片面積有半吋乘一吋大 警員到封鎖現場並調查玻璃碎片在哪層樓下跌下來 事發在凌晨0時左右 個南亞洋男子途經碼頭角度和輪場街交界時 被一塊由高處墮下的玻璃碎片擊中受傷 其他圖人協助報警 傷者便由救護車送到伊麗莎白醫院治理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王家齊報道